台北市長柯文哲帶領市府相關局處首長 地方民意代表 前程上鄉祈福 希望成功橋拓寬工程一切順利 未來能解決內湖南港交通擁塞問題 因為這個東京門戶計畫已經在展開了 我想隨著這個北部流行音樂中心的完成 還有附近整個南港的一些大的建設完成 這個橋的交通流量 一小時2300輛的流量會增加到2800輛 所以顯然會增加很多 所以這擴寬工程是一定要做的 為了改善內湖交通 北市府赤資2億元 要把銜接內湖和南港的成功橋 從四線道拓寬成六線道 並在橋面兩側增設1.5米外掛式人行道 預計108年8月完工 耐震補強工程做完 再把橋面擴寬 可以達到這個也是六線道 跟前後的道路可以接起來 先這樣 先用20年 重點就是會再把南港端這邊 原來的比較長的這個引道的部分 縮短了56公尺 這個大概是這個完成 那橋面上就會整個會拓寬到六線道 雖然市府強調拓寬工程 將採分階段施工 但原本尖峰時間交通就已經夠塞了 相關交位計畫能否減少交通衝擊 民眾全都睜大眼睛看 凱博大臺北數位新聞 劉翔廷採訪報導 好 好 好